沒有時候來四點到四點半是我們長總理長老書的彈丸 今天要跟我們講的是金融,要跟我們講這個金融的問題 這個金融說什麼呢? 對政府印籍,就能看出我們人民本身這個錢行 人民本身自己好下山 這可以從新台幣發行量多到少 從這裡看得出來 這裏面的分別一九三公年 說到一九四半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的臺灣發生的四萬換一塊 老台股台幣換一塊他們的新台幣 今天你都會說到這個議題就對了 這樣跟我們在表情做報告 好 超老師你好 我剛才不是哭不正常 剛才 Gutenberg 是這樣剛才抓不到 怎麼到處理 嗨 剛才 아주不這麼 抱歉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ух哈哈哈哈 強老師不好意思 我們著廊宇雅你的時間 這樣我們現在開始了 鄉大哥、阿信兄和姚蓮兄 同鄉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講一年 一年空巨點 一年空巨點 不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一粒多二十塊錢 一粒多十塊錢 政府如果新台幣發行 價格印很多錢出來的時候 一粒多二十塊錢,你會覺得不容易 慢慢變十二塊、十三塊、十四塊、十五塊 就是說你的錢 一直補去就是你越多越多 假如我們政府的錢沒有這樣現的時候 都只要平常是固定的 但是我們的人如果越來越多 還是風調、護身 我們的農產品 價格做那種風修的問題 一定就同價 兩個錢就丟到六丁、六丁、六丁 所以問題和錢和貨幣的發行量相關 那一定是對等的 對等的但是有時候 有些政府在 比如說平風馬鑾、建政、經濟斑盤 或是政府在哪裡、要走路 他就只要丟到印錢 印錢的時候 問題一定要丟到去 我們剛才說的兩個元 就是這樣 你錢越貨越多 問題價格越來越丟到去 另外一種是說 政府是沒有投印錢 但是是白人拿錢來 白人拿錢來 我怎麼會搶 搶到那個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丟到去 所以貨幣的發行量 它是有一定的 貨幣的時候 一個國家那邊發行貨幣是金本位 就是說 就要說黃金 相等值的黃金 作為一種的 這個貨幣 這裡可以就去印 所以你不可以說 想要印多少就印多少 現在雖然出銷了金本位 但是一定有相當 同等價值的東西 你這樣就印 不可以說你想要印就印 所以立書領頭的時候 出貨幣大概有幾個 我們說實力的 沒有公佈來說 理論可能大家都聽不下去 1935年的時候 美國發生了經濟大恐慌 那時候美國政府有投印錢 沒有 美國政府那時候沒有投印錢 但是美國 1920年的時候 一道瓊工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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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十多點 開到三十點的時候 美國專家就說 不太對 不太對 現在開到道瓊工業指數 三十點 這樣 這樣會發生問題 結果 再加一兩年 已經到八十點了 再加一兩年 已經到八十點了 三十點到八十點 現在我們現在一萬七千點的時候 開到五、六萬點了 你們 那是相當驚人 三十點到八十點 但是有投資 還沒辦法 到1920年的時候 已經開到八十點了 由1920年到1920年 五年來 由20多點開到八十點 有投資 還沒投資 還繼續開到1930年 三十年到八十點 整個國際到道瓊工市到三百九十多點 才被拆下來 拆下來 拆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為華爾街的大樓頂跳下來 不跳不可以 全部破產了 整個破產了 整個破產了 兩千趴 五年裡面 高級去兩千趴 這是台灣的經濟歷史 剛才回到美國 當年的美國 1930年 反而是相反 從1920年到1929年 從20多點 去到八點 超過一百點 為什麼會這樣 當年就是錢太多 錢是從哪裡來 提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後 歐洲很多國家趴 當年都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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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後一定要重建 重建屬於大量的資金 所以歐洲的銀行就說 我這裡利息給你十趴 給你十二趴 給你十五趴 你錢拿來 銀行不才有錢 銀行不才能拔出去重建 但是錢真的問題就是這樣 你一直希望他來 他走得更快 你十趴給他十五趴 利息給他 大家都知道 走到美國 美國幾趴 給人家一趴 因為美國為什麼要 將錢跟北斗去歐洲 美國為什麼不要錢 在美國 但是錢就是很奇怪 跟政府的事件都比我 你越來越來越遠 美國越來越高越 越來越遠越 越來越去美國 歐洲希望說 我十趴給你 我十五趴給你利息 這錢主義的主権 越來越來越來越 美國和歐洲 所有的主権 全部都集中在美國 美國和歐洲 一趴 五年來 從二十四趴到三百 到十幾趴 整個 1930年的股市大崩盤 就是那時候 拔下來 所以錢 如果太多 危險 不是政府 頭人 是 外國的主権 拔下去 這是美國的 中國在美國 民國 三十七年 1940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到上海 打老後 因為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當然是 建政時間 要問人家找 問人家找 政府 需要請 政府需要請 政府需要請 很簡單 我們自己來贏 其實是我們要贏 這是拖廠的 還不可以政府 在贏 因為到整個 法幣前 完全崩盤 崩盤到最後 已經沒有人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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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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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物換物 那時候 所有東西都在蓋上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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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蔣青天終於來到了上海,上海有救了 不是說三天不到的時候,這兩個首腦被帶走了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就算米靈出手 對,之前還要倒 倒的時候,這跟台灣有關係 因為那時候台灣已經是中國蓋棺了 那時候是民國三十四年建後的時候,台灣就叫中國蓋棺 三十四年的時候,但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只想說,現在台灣出產的問題,中國在打雷前 那是農產品,例如米、鹽、有的賣都輸了 不然我就把台灣配到中國賣,介紹得很好 要配到中國賣,總是要拿錢和賣 又怎麼也要拿錢和賣?錢就來賣了 錢就來賣了 所以錢越來越來越多,因為他們都配到中國大陸了 但是錢越來越來越多,所以問這裡全都去 然後受到了波動 到了那時候 當時是 194經年的佳劫 就任臺灣新政府 他到五月份的時候 看情況不對 這年度 篩了一切 就是四萬塊的股台票 換一塊新台票 因為那時候 一家比以前是幾百萬 而且也沒有人在賣 以前到了以物犯物 因為我今天賣你三百萬一家 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挑到六百萬 我怎麼也要回應 所以就沒辦法交易 幾個市民已經沒辦法交易 沒辦法交易的時候 整個就變成這種情況 政府如果特別投印籍 這是不對的 一定會造成的波動 不過在建徵的時間 而且改變完壞 整個要崩盤的時候 這些政府一定會出現 這些政府出現人民的財務 在一夕之間 大概大部分都被政府說過去了 就是錢 他這樣過這個下來的時候 幾乎財務都被他完全操縱過去 操縱過去就說 難道沒有人得到好處嗎 有啊 怎麼有人得到好處 我們怎麼都說實際的 大家都可以了解 我們現在說上海的一種 杜月生已經好心 杜月生是中國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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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要問阿姓才知道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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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漢哥有錢 有錢 很多人說 這麼多 *** 跟他共和 這對聯他有什麼 這句是 村生門下三千塊 再來是 修道勝南 與我們綽放五天 村生門下三千塊 就是把對勁 比起 春秋戰國時候的 村生金 建國有四大公子 他都要有一個公子 就住在陸前那層上海的地方 叫做春申君,他價值三千的時刻 大衛生是不是有三千的觀眾? 超過,超過 沉浪裡面就像上海的飛鳥人 包括大衛生明的做這個橫色,有橫的橫色 那是白照,那白兩照他都看了,所以他一定是有色 還有看的,第二句話說是看的 修道西南笑五天,這句比較難理解 修道西南,我們董條時有一個愚蠢信心,辛苦的心 他寫一本書叫做三千紀,三千紀就是在說觀眾地区的事 他說到董條的修道西南平,住的貴族 貴族他姓魏,偉大的魏,去掉人之旁這個魏,姓魏 姓魏的人這種貴族是不得了的世家大族 他們的勢力多大,他們的孤立天才五吋 所以城南維度去天時午,孤立天一吋五吋 當然一吋是我們差不多二十公分,一吋五吋就是我們現在三十公分 你孤立天就代表最高權力機構的風帝 你利風帝才三十公分,你的勢力有大嗎? 你的權力核心人物嘛,我們以前經常說,我們現在城河 最有權力的人就是我們總統說陳峰 陳峰 總統府有陳峰,總統府有基層嗎?當然也是有基層 總統府要有一個人就是夾層 以前所繼承的就是總統府的夾層 他不是高層,但是他是夾層 夾層就是權力核心旁邊三十公分的這個人 就在說,杜月圈有款到什麼程度呢? 小肚承難持五天 他鼓勵最高權力機構只有三十公分 當然很有錢,所以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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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時,日本人踏進去上海 他就是要繞跑 繞跑在香港,他要繞跑的時候 他輸了這個很大的 繞跑的時候,他叫他的社群聖長說 我現在到底是多少主宣 那些社群聖長說 你算給你負責三百萬 同時三百萬是不得了的 同時你負責三百萬 就要先笑就說 不然建築的時候,我回頭賣幾個夜壺 我就可以還這比賽 大家在說,你是在說笑的 夜壺就是... 流湯啊 對,流湯啊 當然不是什麼流湯啊 意思是說我親太路就行啦 大家都跟動作笑的 建築不太久 他什麼事 一聲就行掉 別說大人先負責這條錢 我們台灣也有兩個人負責這條錢 很聰明喔 我們去南部歐牌的創辦人 他已經發以勞先行以前賠了 以前賠責在第二次世界大臣是一個台書 台書一定會銀行的經理嘛 因為台書不會不會土地跟銀行的經理一定會很聰明 他跟高雄的日本第一圈銀行的經理是好朋友 就是現在高雄土地銀行的分行的意思啦 建築的時候日本人要走 他就跟他回家說 你現在土地的銀行很少 不然我貸款一筆錢給你 你賠土地 賠起來的時候 放過去一定土地的銀行 一定土地的銀行不錯 另外他這個台書他知道嘛 問題是我就沒有錢了 他說沒關係 你看需要多少錢 我又加兩聲給你 譬如說他賠一千塊 賠一千塊錢 賠一千塊錢 他當時的錢來說一百萬 我貸款就一百二萬 在那邊賠一千塊錢 還有二十萬 每一年你都要六二千 你土地也要經理嘛 你做的銀行 你也要花錢不然去做銀行 你就帶一條銀行 他真的要扣一條錢 哇 終於變成他們以家最大的資產 可以參加各式各樣的選舉 包括替歌隆、哲羅 都用這條錢 你說當時就一百萬的錢 來賠一千塊錢 當時要贏 民國黨的時候 臺灣市民都贏三百萬 你說好贏還不贏 這條錢好贏還不贏 很好贏 當然很好贏 我們本來沒有怎麼有一個 選舉的名人 叫做紅毛 紅毛前輩 紅毛在老闆叫做紅門道 紅毛在老闆跟他一模一樣 原來是我們土地銀行 日本的土地銀行 就是第一圈內銀行的經理 就是要給他賣土地 所以紅毛在老闆 可以參加很多次的選舉 來自於這裡 所以像我們剛才說的 在冰荒馬亂 壁紙一直扁 絕大多數的人民 一定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還是有人得利 東聯來積少數 這都是特利 人民是苦不堪言 銀行所有的錢是為得來 負一位錢 錢當然是賺來沒有錢要偷來 沒有我的意思不是錢賺來沒有賺來 錢一定是由中央銀行演出來 但是中央銀行有時候委託銀行來發行貨幣 比如說香港 香港是以前的港英政府 委託兩間銀行來發行 委託上海匯豐銀行 以及英國的雜達銀行來發行港幣 我們所說的港幣 所以我們現在離看的錢 上面都有這兩間銀行的名字 所以港英政府委託這兩間 現在1997年一號的時候 他們又多一間中國銀行 所以現在英國錢的時候 是有三間銀行在發行 如果我們台灣錢以前都是中央銀行委託 委託台灣銀行來的那種 現在中央銀行改進印資 中央銀行改進印錢 印錢的時候 不過中央銀行 如果不要黑白印錢的時候 我們的物價很平穩 但是上面跟各位報告在民國75年的時候 你們那些花銀行得很好 很多人賺五花錢 回到中央銀行換新來票 中央銀行那時候 照著你應該去把北京銀行 照錢來換好人 但是他會發行新台幣 新台幣發行量38% 70年的時候 接近70幾% 接近那時候 你們現在回想起來 70年76年以後 整個股票一直飛漲 每幾年漲到一萬兩千多點 整個房地產一直漲 整個物價一直漲 搞了二三十年才 慢慢恢復到平均 所以中央銀行是不可以投印錢 現在中央銀行有五花 他最新的統計 最新的統計跟上五月的統計 他有5,433億的美金 全世界是第四名 全世界第一名的時候 外匯是三兆兩千億的中國大陸 日本第二名 一兆四千億 再來水輸 水輸八千九百億的美金 我們台灣是五千四百三十三億的美金 那中央銀行怎麼有 外匯 外匯會開的嗎 外匯不會開的 有什麼外匯不會開的 外匯就是人家拿錢 你給他換 所以他手裡才有五千四百 多億的美金 當然不只美金 他包括有歐元 包括有日幣 但是我們現在以美金做統稱 他說 當中央銀行鎖頭擁有五千四百多億的美金 這個可不可以拿出來用 不可以用 因為那是人廠商 去拿美金給他換 他已經 就新代表給廠商 那台商用同樣的錢 拿去分給我們 他已經開業了 那台商用同樣的錢 他已經開業了 所以五千四百多億不能握發 六千中央銀行的資產 你看他的最新的資產負債表 中央銀行的淨值 有一兆多的財產 但是他的一關主戰 主戰是十八兆 他的負債十六兆八千多億 他也負債十六兆八千多億 為什麼中央銀行的負債那麼多 因為他裡面五千四百三十三億的外匯 也是他資產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他負債的一部分 十三和負債裡面 都有這條錢 所以這條錢也是資產 但是也是負債 借起來 當好麻辣子都補了 所以他的淨資產變成 資產十八條 也負債十六兆八千多億 所以他的淨值只剩下一兆一千多億 所以中央銀行目前是一兆一千多億的淨值 每一年中央銀行改進 最終到 減到外匯 所以每一年都賺兩千多億 每一年都到國庫到一千八百億 所以我們國庫的收入 在國庫市內一年大概可以收到兩千多億 其中最大的一筆收入來自於 中央銀行 繳交給他的 賺一千八百億 其實中央銀行是不可以賺錢 哪有人中央自己去拔 這是不利 這是不利 但是就沒有人給他感到 因為他說這很專業 你不能給他感到 立法議員 社會財政也不可以給他感到 所以就變成這樣 是 謝謝 湛老師 你真正好 你一頓的 正常的 經濟這個 金融這個 金融這個 這 不簡單 沒有啦 大家拯救 大家好想 這樣齁 感謝你 感謝你 感謝 湛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湛老師 來 祈台的一筆再相約 來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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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讚 Taylor 架